国际狮子会举办免费视力筛检活动 利用巡回校园方式来推广视力筛检以及保健宣导 为弱势家庭的学生进行免费的筛检 那么这一战是来到了桃园市巴德区大城国中 透过活动让学生了解视力保健的重要性 学生排队等待着医师进行视力检查 国际狮子会联合专业眼科医师进到巴德区大城国中 举办视力第一免费筛检活动 提供给弱势的学生视力检检省下检查费用 师子会透过这次的检检活动 让学生更加注意视力上的保健 眼睛好的话 那我们的那个世界是光明的 那眼睛黑暗的话不好的话 那世界是黑暗的 所以我们把我们师子会的精神 那服务的精神落实在就是每个社区 或是每个就是信量就在学校落实 检检活动包含远视力变色力 立体视觉及弱视病理禁视等筛检项目 近年3C产品使用年龄下降 禁视的学生也越来越多 为了维护学童视力 学校也积极向学生宣导保健知识 那尤其是视力检查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眼睛是我们灵魂之窗 那对很多小朋友来讲 他们可能会因为家庭的因素 或是其他比较没有办法克服的原因 会造成自己的视力问题 没有办法及时做检查 国际师子会长期关注学生视力保健 藉由这次筛检巡回方式 能够达到预防与及早治疗 也让学生了解到维护视力的重要性 感谢观看